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愿上帝的恩典与我们同在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谢谢你帮助我们 透过你的话语 我们真实的听见 求主与我们同在 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今天是9月30号 今天的经节的经段是 生命纪第7章17节到26节 你如果心里说 这些国的民比我更多 我怎能赶出他们呢 你不要惧怕他们 要牢牢纪念耶和华你上帝 向法老和埃及全帝所行的事 就是你亲眼所看见的大事宴 神机奇事和大难的手 并伸出来的绑币 都是耶和华你上帝 领你出来所用的 耶和华你上帝 必照样带你所惧怕的一切人民 并且耶和华你上帝 必打发黄蜂飞到他们中间 直到那剩下而常躲的人 从你面前灭亡 你不要因他们惊恐 因为耶和华你上帝 在你们中间是大而可畏的上帝 耶和华你上帝 必将这些国的民 从你面前渐渐赶出 你不可把他们数数灭尽 恐怕野地的兽多起来害你 耶和华你上帝 必将他们交给你大大地 扰乱他们 直到他们灭绝了 又要将他们的君王交在你手中 你就使他们的民从天下消灭 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 直到你将他们灭绝了 他们雕刻的神像 你们要用火焚烧 其上的金银 你不可贪图也不可收取 免得你因此陷入网罗 这原是耶和华你上帝所证悟的 可真的物你不可带进家里去 不然你就成了当毁灭的 与那物一样 你要十分厌恶 十分真贤 因为这是当毁灭的物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正是摩西在交代这群以色列百姓 当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 他们要谨记的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害怕 当我们看到一群高大的墙 一群高大的人 我们要拿起兵器跟他打仗 我们自然而然就会害怕 因此 首先上帝在告诉这一群百姓们 你们不要害怕 进去不要害怕 要紧的是相信你的上帝 因此在这一段经文当中 不断的出现的是 牢牢记住 纪念耶和华 你的上帝 这段话不断的出现 就是耶和华你的上帝 换言之 这正在告诉我们什么 当我们如果愿意 当我们面临害怕的时候 惊恐的时候 不知所措的时候 我们愿意不断的跟上帝祷告 上帝啊 你是我的上帝 你要与我同在 帮助我不要害怕 帮助我去面对这些痛苦 害怕 让我害怕的事情 上帝必会猜浅 他的天使 在你面前 在这里 他说黄风 到底这个风是什么样的状况 其实我们并不知道 但另外一个事情 也在告诉我们 事实上在经文的细节里面 同时也在告诉我们 当初他们进入迦南地 这一群以色列百姓 进入迦南地之后 恐怕也不是 一下子就灭绝了他们 事实上 是慢慢的 在他们当中 去显出 上帝那大而可畏的全能 透过他们 他们才慢慢的 在其中 因为 事实上 就好像在经文里面 22节提醒 告诉我们的 你不可把他们 速速灭绝 正在说明一件事情 恐怕一开始是以色列人 跟迦南人是混居的 然后慢慢的 迦南人或许认同 并且成为上帝的百姓 或许就离开 他们就成为不一样的族群 但不论如何 在这个历程当中 其实是缓慢的 而在这个缓慢的历程当中 要紧的是 记得上帝的百姓 需要显出上帝百姓的样子 什么样子呢 就是不可将那可真之物 带进家里 放在自己的生活 跟生命当中 免得被毁灭 换言之 当以色列人 跟迦南人混居之后 他们自然有很多的恶习 自然有很多的敬拜 或许就因此带进了 以色列人 上帝百姓的家里面 摩西在这里 再一次的强调 你们要记得一件事情 不可混淆你的信仰 不可混淆你的信仰 因为那是上帝 你的上帝所真物的 而当你拿取了这些 你的混杂的信仰 你也变成那可真之物 而可真之物会被消灭的 可真之物并不是那个东西不好 可真之物是 你把那些不好的习惯 放进了你的生活 敬拜了别神 这样会让你 同时变成可真之物 而可真之物正是 上帝眼中看为恶的事 他也将会被消灭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里正在描述 一件重要的事情 我们需要去面对 那些上主所憎恨的 去面对他不要惧怕 但千万记得 不要被沾染 如果是这样 那你就要小心 愿上帝的恩典帮助我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谢谢你帮助我们 即使我们今天活在不一样的世代 我们听见这些话语 特别这些摩西所交代百姓的话语 仍然很有感觉 因为我们深信 上帝你爱我们 你要与我们同在 求主帮助我们 不要成为 不要害怕可真之物 甚至但是 我们也不应被这些可真之物 所沾染 求主帮助我们 有智慧去明辨出来 祷告奉靠 主耶稣基督人民求 阿们